主持 朱丹 歡迎各位 聽眾又回到Chester和你Check的第二個環節 上一節 蔣專員在說他做一個保育專員的抱負和歷程 這個環節 我也想問一下蔣專員 現在香港有很多八項的法定固跡 我想普通人 一個雷聞 普通人 怎麼會有法定的固跡 隔壁那棟 是不是 我收了很多房子 是不是都是法定固跡 怎麼衡量 怎麼評級 其實我們的評級工作 過去都做了很多年 這個評級工作是一個行政的方式 其實是一個很客觀的標準 本身我們有一個古物諮詢委員會 是一個法定機構 這個法定機構的其中一個工作 就是幫助我們就住一些歷史建築進行評級 評級的過程 其實他們要考慮很多方面的因素 既然是歷史建築 第一件事當然是歷史的價值 講到建築 你很熟悉 當然建築價值也非常重要 除了歷史和建築價值之外 我們也要看看建築本身對於社會本身或地區的價值如何 還有它會不會是非常罕有的 因為可能過往來說有很多同類建築 現在可能已經變得比較少 它的原真性又如何 還有就是一件事我們稱為集體的價值 就是會不會周邊有和其他歷史建築 成為一個建築群 或者共同大家的回憶 或者互相欣賞的價值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就著一些建築物 我們會進行一個評分 也不是純粹這個諮詢委員會自己決定 因為當它做這個過程 其實我們由古蹟辦 先要做一個很詳細的研究 做完研究之後 有一個獨立的評審小組 它會先就著這些不同的方向 提議一個建議一個評級 再去一個古知會 在一個公開會議上討論 去認為這個評級是否合適的 如果它認為合適的話 我們會做一個月的公眾諮詢 在這個過程中 公眾可以給我們很多意見 個案來說 我們都收到很多很有用的意見 之後我們才會再開會 由這個古知會去確認評級 這個評級完成之後 其實我們所有資料都會上網 所以公眾可以上網 可以看到究竟我們哪些是歷史建築 那是一級建築 謝謝你 專員 我也想問一下 你平了分 那怎樣去 譬如說你平了分 這個一級建築 但是會不會有些機制 是真的管理這件事 還是是私人去管理呢 其實剛才所說 就是我們做歷史建築保育 我自己看了 有好幾部份 第一部份 我們先要知道 哪些是歷史建築 換句話說 我們覺得一些有足夠的 一些文化價值 一些歷史的價值 需要做一些保育工作 剛才說的是行政的評級功夫 其實我們除此之外 還有一個法定的 法定估計的機制 如果一些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高的文物價值 建築的話 其實有機會 由行政長官透過法例 宣佈它成為一個法定估計 成為了法定估計 那個保護就更加強了 因為不可以隨便去做拆卸 或者是一些大的維修 全部都是需要經過一個 法定的程序才可以做得到 當然拆就基本上 沒有什麼可能 但如果要做一些維修 都要經過一個 我們發展局局長 要有一個批准才可以做得到 首先第一部份 我們認定了哪些是有物物價值的建築 剛才說了一個法定的保護 除此之外 我們始終在香港 非常尊重私有產權 換句話說 即使成為一個歷史建築 也好 並不會影響擁有者的管理 或應用的使用權 於是我們怎樣做多些功夫去保育 第一件事就是透過一些 我們要去吸引他們去做 或者去幫他們 包括如果是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 其實是可以向我的部門 去申請一個資助 因為資助是幫助他們 可以進行日常的維修 過往來說 其實我們都收不少這方面的申請 我們由2008年開始 其實都做了很多這方面的功夫 最近我們都加大了款額 其實現在每一個資助 可以最高達到600萬 錢不是少 又不是特別多 但也足夠一般 我們看到的歷史建築 是平常的維修 除了私人擁有 我們去這樣做之外 私人擁有歷史建築 有時的確擁有的人可能覺得 咦 我不只是想維修了它 我可不可以拆了它起過 這些我們見很多 我們通常的做法就是 我們不同的部門 由於建築物通常拆卸 是需要取得部門的審批 包括建築署、地政署 或者是屋遇署等方面 或者是規劃署都有 當部門聽到 知道有這樣的計劃 會第一時間聯絡我們 古蹟辦和辦事處 我們就會去跟業主聯絡 我們做什麼功夫呢 我們盡量去遊說他們 希望他們可以考慮 會不會在發展的過程中 都能夠做到保育呢 過程中 其實我們有時會用一些 經濟誘因 這些經濟誘因 包括可能容許它在發展項目 能夠提高一些 例如地積比率 或者建築物高度的限制 換取就是建築物能夠做一些保留 包括有些我們各項目 可能是整座保留的會友 也有一些可能是保留建築物的一部分 而換來可能在建築物的其他位置 能夠做到一些發展 這個方法其實可以很好地做到 就是我們在發展和保育中間 做一個合適的平衡 我想問問如果一個業主拿到你們的資座 你們有沒有要求他一定要開放的地方 或者開放的時間多長 其實要看每一個個案有不同的 剛才說過資座主要是歷史建築維修的資座 視乎建築物的用途是如何 如果它本身是私人的一個住宅 我們很難要求他 可以開放一個住宅給別人參觀 因為始終有私隱和日常的需要 我們會跟他談談 會否方便一些遊人在外面去欣賞他 甚至乎我們會加一些牌 讓大家知道建築物的內涵 或者可能跟他們掙討一些要求 就是將建築物的內部 可能是拍攝一些相片 或者是一些錄影 或者做一些現在很流行的 就是虛擬的導覽 這些我們都會跟他談談 所以每個個案會不同 如果建築物本身 可能某程度上開放 也不會對他有太大影響 我就就著個案跟他談談 那有沒有一個指標要完成 譬如每年的參觀人數 要達到多少萬 會不會有硬指標 這樣定就未必是最合適的方法 因為有多少人進去參觀 某程度上是視乎人們的興趣 有影響 反而就是我們在跟他商討的過程 就著建築物本身的性質 談到他應該怎樣開放 開放多少 這是主要的目標 最終有多少人進去參觀 我想這也順其自然 明白 我想問一下 其實剛才你說資助 應該是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應該是這個計劃 但是成功會有美河樓 大澳警署 但也可能會因為一些項目 收資不平衡 或者某些因素 例如虎炮別墅 也有出名的 其實當中會有什麼因素 導致需要給政府這些項目 除了歷史建築維修資助計劃之外 剛才你說的活化歷史建築夥伴計劃 其實都是我們一些重要的保育項目 我們透過這個計劃 其實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些非牟理機構 跟我們合作 第一件事 他們會提供一個很創意的建議 一定是很創意的 因為其實我們做的功夫 就是我們挑選一些由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 這些建築某程度上 可能現時未必有一些很重要的用途 可能甚至有步伐是空置了 我們其實希望透過這個計劃 使建築物可以重新活化了一個新的用途 注入一個新的生命之外 可以為社區提供一些適切的服務 所以我們是需要這個機構做很多功夫 我們掌注員 我們先去廣告 回來再繼續談